开始 我们现在对这些铜棒进行探伤 这个铜棒是这样子焊接的 两节对接的焊起来 那么最中间其实是有空气间隙的 只有这一点焊道 这一圈有这么一个焊接 那么这个探测呢 我们只能把探头放在这里 从这个方向探对侧 然后把探头再放到这里 从这个方向探到对侧去 由于是铜 所以它的这个渗透性会差一点 应该选择合适的探头 而且这个间距像这个是 直径是66毫米 所以呢要选择频率合适啊 这个角度合适的探头 那么我们现在没有找到很合适的 勉强用这个不那么合适的 去怎么探找到它对面那个点 先比如说沿着探道 紧挨的 因为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我们 我们只把关心的区域放到这 你看到没有 这个红炸门 别的地方有没有信号 不要管它 就把炸门放到这 我们去试图去找 有一个特别的信号 看到没有 有一个特别的信号 看到吗 高出来的 仪器告诉你 这是探头这个面往下 差不多60毫米 那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总共66 总共66 那焊进去可能四五个毫米 那可能正好打到这个摩托顶点了 那这个是显示60 就这个深度位置显示60 这是有可能的 这个探测就是这样 好 结束